土葬和火葬 很多佛教徒都会问 人死了应该土葬还是火葬呢 佛教交易崇尚自由 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处理 是没有给予硬性的规定 佛教并没有明文规定 在人死了之后适宜怎样葬法 不过有些佛教国家接受火葬仪式 无论选择哪一种方法都好 都应该以死者最后的意愿来安葬死者 或者由死者最亲的人来决定 现代观念认为火葬比较卫生 因此应该鼓励以火葬的方法来处理 在今天由于健康水准的提高 人口的数字已经达到爆炸性的地步 可以利用的土地越来越稀少 因此火葬仍然是明智之举 这样一来活人就有更多土地使用 那些可以用的土地就不会冒悲临临 而无法应用了 不论是土葬还是火葬 很多感情丰富的人 都爱把死者生前爱惜的物品 放入棺材里面 希望死者能够因此举而从中受惠 其实将死者拥有的物品 一起埋葬或者焚化的行为 实际上是不能够为死者带来任何好处的 而且以其他这些物品 放入棺材或者焚化 倒不如将这些有用的个人物品 例如衣服 鞋或者其他的物品 捐给穷人 捐给需要救助的人 或者慈善机构来得更加实际合理 给予穷人和需要救助的人 施以援手的行为 对生人和死者都有遗益 有些人对于使用死者生前所有的物品 感到害怕 这种害怕的感觉是没有意义 而且毫无理由根据的 骨灰的柱子 到底应该将骨灰埋葬 还是放置在建筑物的神音里面 还是让它随着流水流入海中比较好呢 佛陀对于这个问题 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指示 因为它要我们明白 人体只不过是物理物质所形成的 人死了之后 这些物质 就会转变成同样的元素群 佛陀认为 形成人体的元素为 固体 液体 液体 液能 和动态 人死了之后 只有两种元素会流下来 那些就是固体和液体了 这两种元素化为灰准之后 已经没有了宗教的意义 虽然我们将死者的遗物 看成是我们曾经心爱的人 的一种纪念品 因此 我们以最尊敬的方式来处置他们 不过 我们却不能够因此而过分崇拜这些物品 或者认为这些物品 仍然和死者有任何的关系 佛教的教义告诉我们 人死了之后 生命力立即离开身体 然后以另一种形式 存在于另一个地方 保存死者为物的做法 可以追索到远古以前 在当时 人们相信 生命力是永恒的 因此 埃及人 风行将死者的遗体 以防腐剂保存下来 希望离开了死者身体的灵魂 能够回到死者的身上 以便与生人有所联系 并为死者建立宏位的墓碑 和纪念建筑物 然而 将保存好的遗体置于建筑物里面 这种保存遗体的仪式 只限于重要的人物 例如皇帝和宗教领袖 其他人民的遗体 却随意以任何的方式来处置 此外 亦都有另一种称为拜祭先祖的仪式 广为人们所奉行 人们相信 在死者遗体的四周 举行拜祭仪式 生人 就能够与死者有所联系 因此 人们就将骨灰 保存在骨灰阴 或者任何容器里面 希望死者的灵魂有所依附 这种拜祭的方式 直到今天 仍然为人们所奉行 有些人 喜欢将骨灰放置在建筑物的神音里面 有些人 却喜欢将骨灰埋在地下面 另一种方法 是将骨灰 丢入大海或者河里面 他们的习俗 经常用这种方法来处理骨灰 他们相信 死者的灵魂 最终一定会以其原来的创造力 重新组合起来 其实采用任何的方法来处理骨灰 都是无相大雅的 不过我们却不应该 将它看成是佛教指定的仪式 或者是佛教所允许的仪式 同时 我们也不能够 误以为将骨灰放置在一个圣洁的地方 例如在庙堂里面 死者就能够因为我们所念诵的经文 而得到安全 我们应该将它当成是追忆死者的标志 除此之外 就没什么好想了 在佛教的看法是 居桑家属应该依照自己的意思 和当时的礼仪 随着他们的意愿 处理死者的骨灰 在庙堂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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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公寓 所以可以变成一个公寓